上一集中我們說到,張生和鵝鵝原本都滿身歡喜,以為催老夫人會順手諾言為他們兩個緣婚。 誰知老夫人只是叫鵝鵝上前去拜見哥哥,二人一二兄妹相稱,就表明不可能成親。 即是說,老夫人變卦了。張生、鵝鵝以及紅娘都被突如其來的情況震到牛腮,整個酒宴上都啞著無聲。 老夫人就扮成無體見,立刻對起笑容說, 哎呀,乖女兒,你不用害羞了,現在都是自己家的兄妹了,快點過來吧。 紅娘,快點泡好熱酒,讓小姐敬哥哥一杯吧。 鵝鵝心裡很氣憤,但她又不變發作,只好硬著頭皮把酒杯捧到張生面前。 張生就有氣無力地推遲說, 不敢勞煩小姐了,我酒量很小,不可以再喝了。 鵝鵝見到她心環樂拍的樣子,便知道她已經無心喝酒。 於是就對紅娘說,紅娘,接個杯盤吧。 那她無心地坐下來,心裡就暗暗哭泣。 唉呀,這些美酒,即使是金波肉也好。 這個時候,都很難吞下去了。 我和她,本來以為今日宴以新婚,同床共枕,共到良神美景。 那以後,公子就不用在新婚那裏捱日子。 更不用躲在長角那裏淫屍。 但無論如何都猜不到,到如今,她是變了主意。 一切都好像飄渺的韻翼。 又令人怎會不傷心呢? 現在我的心已經成灰,她要暗然神傷。 從今之後,我們二人又要生掩傷屍之苦,直至命喪往全。 怕只有內生,才可以相隨。 如今我們這麼淒涼,難道不是母親一手造成的嗎? 那又是一陣沉猛。 老夫人就再一次完場了。 她說, 乖女兒,今天的宴席,就是為了答謝你哥哥的救命之恩。 那你一定要敬哥哥一杯。 偶偶見到張生玉胸無淚,四肢無力。 軟綿綿地躺在那裏,就好像什麼都沒有聽見。 那我真的不想再刺激她。 但見老夫人執意的目光,她無可奈何地, 只好又是遞上一杯酒給張生了。 張生吐吐吐鬥鬥鬥地說, 我已經說過酒兩世,不可以再喝了。 剛剛這隻四四聲的說, 你,你就喝了這杯了。 她的話語裡,似乎在黑球。 那聲音的淒創愛怨,真是令人心碎。 張生擔高頭望著小姐, 見到她暗中已經含滿淚水。 心裡怎麽不由得她一陣難過。 唉,這杯酒寄託了小姐幾多的心情。 她親手遞給我, 也就是把她的情詩傳給我。 我怎麽也不能辜負她。 那我喝了她這杯酒, 就把她的情意寄在心頭上。 一想到這裏,張生就接過酒一飲而盡。 老夫人見到這樣的情景,馬上就說, 哎呀,先生你的酒量真是不肥。 啊,紅娘,再把酒杯倒閉, 請先生再喝吧。 張生就並未聽見老夫人說些什麽, 只是心裡邊一直在想。 哼,夫人今天變卦, 根本不提前日許訓的事。 她都自以為很高明, 用兄妹來闖失我。 那我應該怎麽辦呢? 原本以為夫妻美滿百年和美, 但怎麽也想不到今天爛成恩怨, 還叫人一籌莫展。 如今, 不知道嗚嗚小姐她又怎麽想的呢? 那張生心裡很焦急, 她貧貧偷偷地去望一下嗚嗚, 看到小姐形容潮水, 淚水盈盈, 為了避開母親, 只能夠欲哭猶子。 那張生心裡, 她更加暗言神傷了。 一一坐在直上, 她竟然對著美酒沙咬, 索然無味。 她怎麽都不明白, 補生為何要變卦呢? 唉, 從今之後, 我欲容寂寞, 專誠淺淡, 憂思和煩惱盡相親。 她亦都仍間隻影, 雙思難堪。 我們二人, 再仇成恨海的兩個孤魂。 我不想你, 只怪自己的命苦。 我們今生不可以做夫妻, 但願內妃, 再做醫院。 唉, 唉, 那不過, 今生的淒涼碎, 又叫我如何到過啊? 那一想到這些, 癢癢癢就強忍著淚水, 拿著筷子的手也都在猛地震。 夫人見到之後就說, 哎呀, 乖女兒, 你好似有點不舒服啊。 啊, 紅娘, 你快點扶小姐入房休息啦。 那癢癢就慢慢起床, 向張生告辭, 由紅娘扶住離開了廳堂了。 張生站起來, 眼白白地看著小姐出了房, 心裏面就拿著拿著那麼痛啊。 她有點站不穩, 但是又硬撐著, 對夫人說, 啊, 夫人, 小生已經醉了, 就此告辭。 不過, 在退席之前, 我有句話想對老夫人說, 不知道應不應該說呢。 老夫人回答說, 啊, 先生你有話, 你儘管說吧。 那張生就走前一步, 大聲地問, 前日賊兵雙逼, 夫人親口說過, 有能夠退賊兵之人, 就將癢癢小姐嫁給他。 你還記不記得啊? 啊, 啊, 還記得, 那個時候, 是誰挺身而出搬救兵的? 啊, 那當然是先生你啦。 先生你的確救了我們全家。 但是, 你先不要說但是, 只說那一日, 是我寫信給杜將軍, 請他出兵, 掃除五千賊兵, 免除你們的災難。 我難道就是為了吃這頓飯嗎? 今天紅娘者奉命請我赴宴, 說今天我要跟小姐成親, 我真是相信老夫人的樂言, 但怎麼都想不到, 夫人你這樣的想法, 要我跟小姐以兄妹之禮相待, 我真是被你搞到懵了, 還請夫人講清楚, 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啊? 張生就越講越激起, 越講就越急, 有人見到心裏面就有點發芳了, 她嘎嘎的地道。 只有這樣。 先生雖然有救命之恩, 但是小姐在我老爺再生的時候, 就許配給我的侄兒鄭恨了。 就在前幾日, 我已經寫信到京城去叫她, 現在還未來。 那如下他來了, 我再沒辦法交代嘛。 先生, 先生,你提個條件,你要多少金銀,我都可以答應你。 不好心想,以你這樣的財貌,向怎樣的千金小姐求婚,都是不難的。 那不知先生你覺得怎樣呢? 哼,原來夫人你打的是這樣的主意? 但是那天夫人你為什麼不說,小姐已經是許配給人家呢? 如果杜將軍不來孫妃虎無禮,那你又怎麼辦呢? 既然你不肯把小姐嫁給我,我要你的金銀有什麼用呢?告辭了。 啊,先生,你不用急著走,你今天喝多了。 張先生就根本沒有再聽夫人說下去,就直接走出門外。 她就覺得有點頭暈,站也站不穩,剛巧就撞上紅娘走入屋。 夫人就對她說,紅娘,快點扶先生回到書房休息吧。 等明天,我還有事跟她說的。 那紅娘呢,就扶著張先生回到書房,就幫她捱著張椅坐下來,小小聲地說, 先生,你真的喝多了。 張先生呢,就沒有力量嘆了一聲。 啊,紅娘呢,我哪說是喝多了酒啊? 啊,自從我離譜舊子見到小姐之後,我就茶飯不思,魂謙夢搖, 經常都是惶惶惶惶惶。 那是多麼憂愁痛苦,你們知不知啊? 前日的字,本來就只是一公書信,無足掛齒。 但是夫人甘口欲言,已婚相許,在場的人除了我, 還有幾百跟蹤,和眾多菩薩都是聽見的。 啊,但是怎麼也猜不到,今天夫人突然癲卦。 真是,我只叫我私裡窮眾,無路可走啊。 啊,不知道這件事,到什麼時候才可以結束啊。 啊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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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張生哭了一會兒,便漸漸指著悲聲,她說:「看來我和小姐,今生真是沒有緣分,如其在世間孤苦凌丁,痛苦之咬,倒不如一死了之,等來生再和她結結了。」 洪梁姐,請你把我的意思轉告給小姐聽,讓她知道我的心永遠都是屬於她的,這樣我亦就可以放心地走了。 說完,她便脫下腰帶。 洪梁正在為張生悲傷,見到她要自尋短見,大為驚風,立刻上前攔著。 先生,你千萬不要這樣,聽洪梁有話要說。 先生,你對小姐的一片癡情,洪梁我好感動。 本來你和小姐可以成為一對恩愛的鴛鴦,但你就橫遭意外的打擊。 老夫人出意反意,並卑名門貴家所為。 我洪梁不可以坐視不理,一定會盡心盡力幫你想個辦法。 唉,事到如今,還可以有什麼辦法? 先生連死急,有道是山窮,水盡而無路,漏暗,花靈又一村。 我想,辦法肯定有。 唉呀,洪梁仔,你真的可以幫我? 唉呀,如果這樣的話,張生自死不亡。 那只是,有什麼辦法呢? 洪梁仔,望了下四周圍。 她想了一會兒,就說。 咦,有了。 我看到先生,你有一張琴掛在牆上。 我想,你一定是好善於彈琴的了。 其實我家小姐也很喜歡琴聲。 今晚,我和小姐照例要到花園燒香。 我呢,就以咳嗽為號。 先生,你聽見我咳嗽之後,你就彈奏一曲。 看小姐聽到琴聲之後,會說些什麼。 那我呢,就再將先生你的意思告訴你。 如果小姐有什麼話要對你說, 我偏偏一早就會過來告訴你。 那你看怎樣? 張生就立刻道謝。 那洪梁就開玩笑地說。 嘿,行了行了行了。 你不要要生要死就好了。 好了,我應該回去了。 如果不是老夫人就會怪罪的了。 說完,她就轉身出去了。 那張生聽了洪梁的話, 就如同在黑夜裡迷失了方向, 忽然之間就看見了燈塔。 那盞燈塔若明若暗, 不知道可不可以幫她走過漫漫長夜, 令到她重見天日呢? 張生懷著忐忌不安的心情, 就獨自探錯了在張椅上, 望遠地等待著夜色的降臨。 就是這樣, 張生坐在書房那裏,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了, 已從迷惘之中回過神明。 看看外面已經是夜色朦朧了。 張生想回紅龍所說的話, 便站起來把琴拿下來。 她便擦乾淨琴身, 然後又調好琴弦, 小小聲對琴說, 琴呀琴, 我和你四海飄零相伴多年。 我們相依為名同甘共苦。 今晚這場演奏, 成功與否, 傳記託在你身上。 但願你可以彈奏出世界上最動聽的樂曲。 張生懷又是仰望天空苟結的月亮。 她說, 尚我呀, 希望你借我一扭清風, 將我的琴聲送到小姐的心房。 對呀, 那究竟, 小姐會不會過來聽張生彈琴呢? 接下來的情況, 又會是怎樣的呢? 各位, 假如你們有興趣想知道的, 那就要敬請繼續留意收聽, 經典名著, 西雙記了。